你看看妈妈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我也以为是一对 当妈妈和儿子走在大街上 被人误认为是情侣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主持人走在大街上 想找一对情侣采访 看着很亲密的一对情侣 没想到居然是母子 这个可把主持人惊呆了 母子俩也是尴尬不已 说实话两人都戴着口罩 只从身材形态来看 还真感觉是一对情侣哦 又比如下面这对 从背影来看 女的身材苗条马尾变 肩膀跨个小皮包 妥妥一个邻家女孩的感觉 两人走在大街上 如果不是本人告知 还真的猜不到他们是母子 下面这位厉害了 妈妈都五十多岁了 两个儿子也二十多岁 你能看出她的真实年龄来吗 尽管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但是身材照样保持的很好 颜值就更不用说了 和两个儿子走在街上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戴了两个保镖呢 难怪和儿子在一起 能脉不知情的路人认作是情侣了 这位四十多岁的妈妈更厉害了 穿个学生装 白短袖 配上格子短裙 晚着二十三岁儿子的时候 走在路上 居然还被人认成是妇女关系 又比如眼前这对母子 妈妈戴个眼睛一身年轻装束 就算站在你面前 你也不会怀疑他们是母子吧 请问你是怎么去保养的呢 能不能跟粉丝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女性来说吧 我觉得年龄只是一个素质而已 那么我觉得心态好 这个是首要的 对吧 因为你像我跟他出去 其实很多人都看不出来 就是他是我儿子 就觉得他是你的奶狗 对 是我男朋友吧 我的天哪 我这种感觉好神奇 下面这对更绝了 妈妈染着棕色的头发 一袭吊带连衣裙半身 再加上傲人的身材 超高的颜值 牵着儿子的手一路带风 鸡剧女王风范 我说他们是一对情侣 这应该没人反对吧 可偏偏他们却是母子 儿子被妈妈牵着手 都有点不好意思 妈妈却没走一步 都是那么的自信优雅 屏幕前的你肯定在羡慕他的爸爸了吧 从这些视频可以看出 这些妈妈这么年轻 都是有共同点的 基本都是25岁之前的时候 就已经生了儿子 再加上年轻人产后恢复的快 所以他们的身材和样貌 基本没有走样 再加上后期的保养等等 让人感觉他们好像吃了灵丹妙药一样 40多岁了还年轻的相儿子女朋友 所以如果现在的女孩子 担心年纪大了以后身材走样 最好还是趁着年轻的时候结婚生子 等以后儿子成年了 和他走在大街上 也会像视频中的母子一样 引来大家的艳羡目光